我注意到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日益蔓延蔓易 欧洲战略界出现了一些女性思考的声音 比如有的指出 制裁不是结束战争 构建欧洲安全秩序的出路 要想战争以和平 以和解方式结束 诉诸外交手段才是正道 面对俄罗斯这个班不走的邻居 管理与俄关系 是欧盟当前必须应对的首要挑战 欧洲安全规则应由欧洲人主导制定 不可能将俄方排除在外 欧盟领导人应当真正聆听 并认真对待俄方的关切和诉求 还有的指出 要解决乌克兰问题 就必须关注所有相关国家的安全利益 要解决当前的危机 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 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重视合理的安全关切 中方始终主张 对话谈判 才是化解危机最现实可行的方式 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才可能实现欧洲和世界的长治久安 不断扩大战争 无限升级制裁 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让世界付出更大代价 当前形势下 各方应积极鼓励支持 而无谈下去 谈出结诡 谈出和平 要摒弃非黑即白的情绪化作法 理性审视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要避免鱼死网破的集团化作法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创造有利条件 要防止点火交流的余力士作法 让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战胜各别国家的私利 中方远同国际社会已到 继续为反核局势 化解危机 重建和平而努力